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节目,我是张佩芝 香香甜甜的柑橘,好吃又营养 你知道吗,佛罗里达州是美国乡城和柑橘产量最高的州之一 美国挖洞记者莫甘生今天就要带我们去佛罗里达 实际了解这些柑橘的种植和生产情况 杰夫·索尔纳每天都要到果园里视察 这是他常年风雨无间的工作 索尔纳是佛罗里达州皮尔斯堡的柑橘包装分销商 今年1月,当地的气温骤降,还下了冰雨 给这个美国乡城生产的心脏地带造成了重大的威胁 这是一颗橘子 你会看到这里的什么事 你可以看到它太冷了 这次寒流是自从1996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这次寒流是自从1996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我会看到这里的育息 这次寒流是自从1996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这次寒流是自从1996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在当地历史上,最严重的寒流是发生在1894到1895年之间。 当时,600万箱乡城的年产量下降到只得10万。 果农损失惨重,没有能力向南迁移的,都要被迫转业或者是改种别的农产品。 乡城原产自中国南方,在15世纪中叶由意大利人传到欧洲, 18世纪,再由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把乡城带到南北美洲。 佛罗里达州的气候虽然并不理想,但是当地独特的土质却弥补了这个缺憾。 泥土湿润有力生长,可是也同时推动了柑橘溃疡病毒的散播。 外表不好看,但是水分多, 最好就是拿来炸果汁了。 按照种类和季节性的分配, 佛罗里达州用于制造果汁的比率, 有时候会高达柑橘总产量的80%以上。 生产商方面,除了可口可乐和百分之一, 是可乐两家大公司属下的品牌以外, 还有一些以合作社方式经营的中型公司。 从三、四十年代使用金属罐和高温浓缩技术, 到八十年代开始流行至今的鲜炸极冻纸和包装。 佛罗里达州的果农都不停地在改良生产方法和开拓新市场。 我们有一个企势让我们的年龄的年龄的年龄太老了。 它是难以为那种品牌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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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品牌。 树林老化并不是佛州果农最迫切的问题。 一种源自亚洲由柑橘牧师所传播的黄龙病, 正在蝉食全球的柑橘产业。 得病的果树会在数年内枯死。 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在已经成熟的果实上还呈现着绿色。 由于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根治方法, 各国政府现在能够做的就是提高通报资讯交流, 加强海关检疫和严密追踪黄龙病蔓延的动向。 病虫害加上严寒, 佛罗里达州的柑橘产业今年遭到了很大的损失。 不过,对于一般消费大众来说, 大家确实要珍惜每一次品尝这一份甘甜美味的机会啊。 记者莫干生在佛罗里达州皮尔斯堡的采访报道。 好,今天节目结束时间到了。 谢谢收看美国真一制作的美国专讯节目, 我是张佩芝,我们下星期见。